我跟他一起爬山一边聊天 他说 老师 自从我跟你认识以后 你跟我看 我把他通不见了 我回台北 因为我们家很大 我把大部分的房子都让给老公 跟他小三小四小五一起住 没关系 我每天忙得很 除了爬山 交友 晚上还有到社区大学 学很多很多东西 老师 谢谢你告诉我们 人生最多目标 来跟我说 人生最多目标 人生最多目标 健康 自由 单独承担 分享 所以他把健康排第一个 让自己健康了 所以自由去学习他年轻的梦 他不管老公了 因为他认为我活着快乐最实际 对不对 然后自己去承担 单独承担 他去学画画 画错了再画 画好了跟人家分享 去旅游 好快乐 为什么会说 为什么会说